哈喽大家我是怪叔叔家的怪小妹 今天小妹给大家介绍一部 荣获利91届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绿皮书》 1962年的纽约 托尼在一家夜总会当保安 有闹事者来吵时 就是需要他上场的时候 夜总会要停夜休息两个月 当托尼正因为失业所烦恼时 接到了一份新工作 他去面试时才知道 原来是给黑人音乐家谢力当司机 送他去种族歧视最严重的美国南部 参加音乐会巡演 托尼也是个种族歧视者 有次家里来了两个黑人工人 妻子用家里的杯子给工人倒水喝 托尼看到后直接把杯子扔进垃圾桶 谢力对托尼也不太满意 因为托尼是个有家事的人 去巡演一走就得八个星期 要到圣诞节才会回来 怕有家事的人会受不了 托尼拒绝这份工作离开了 回到家妻子听说是在给黑人工作 觉得托尼干不到一周就会回来 谢力打电话来问托尼的妻子 可以接受托尼离开家里两个月吗 妻子有点不舍 但还是同意了 就这样托尼开始了新的工作 工资给托尼一半的工资 剩下的等工作圆满完成后再给 还给他一本绿皮书 临走前 妻子让托尼记得给自己写信 在圣诞前之前必须回家 不然就不用回来了 随后这场旅行就开始了 托尼还抽烟 话有很多 行为举止都很粗鲁 谢力则是个很讲究的人 要求托尼每晚都得送一瓶威士忌 来到他房间 托尼觉得谢力有点做作 可是在看完谢力的钢琴演奏后 又十分佩服 在空闲时 托尼就和其他人去赌博 谢力知道后很生气 觉得托尼不应该和他们混在一起 晚上托尼给妻子写信时告诉妻子 自己觉得谢力就是个天才 但天才的生活看上去没什么乐趣 第二天两人又上路了 谢力问托尼为什么会被撑大嘴巴 托尼得意的解释道 因为自己很擅长说服别人 到了下一站 印第安那州 托尼在检查钢琴时发现 这台琴不仅破旧 还堆满了垃圾 但谢力只使用施坦威拍子的 这明显就是白人在欺负黑人 托尼找工作人员理论 但工作人员觉得 黑人就只能用这个钢琴 托尼很生气 直接给工作人员来了一拳 跟着行程的进展 他们来到了肯塔基州 路边有一家肯德基 托尼下车买了份全家桶 一手过方向盘 一手啃着炸鸡 还不忘与谢力分享 谢力却说自己从来 不吃这种垃圾食品 可托尼都把炸鸡 拿到嘴巴旁了 谢力只好勉强接受 吃完一块又来了第二块 吃完问托尼骨头怎么办 托尼直接把骨头丢到窗外 谢力也跟着 做自己以前不会做的事情 托尼根据之前的绿皮书 带谢力来到了一个破旧的旅馆 谢力穿着一身西装 和这里显得格格不入 他离开了旅馆去酒吧 想喝几杯 没想到却被几个白人暴打 托尼及时感到装作要拿枪的样子 救助谢力 谢力越来越配布托尼 在一次演出结束后 为了感谢托尼 要求在宴会上 加一道特殊的彩炸鸡 托尼没忘给妻子写信 但写的文字 谢力都看不下去了 便教托尼写一些情话 妻子受到信后 感动的流下眼泪 还和朋友一起分享 在一起逛街时 谢力看中了一套西装 但店老板却不愿意 把西装卖给黑人 谢力很生气的去游泳 却被当作同性恋关了起来 托尼用钱贿赂警察 把他救出来 谢力不仅没感谢托尼 还因为托尼贿赂警察 而责备他 这天托尼遇到了之前的同事 他们说托尼现在 竟然沦落到给黑人开车 想给他介绍个新工作 谢力怕托尼被挖走 就任命托尼为巡演经理 还给他加薪 可托尼却觉得 现在的薪水已经很满意了 还向谢力保证 一定会做到薪演结束 男人的关系逐渐变好 还一起喝酒谈心 一天晚上突然下暴雨 警察拦下了他们 看到谢力是个黑人 就想刁难他们 托尼忍不住 直接一拳打了上去 结果被关进了监狱 谢力责怪托尼 不应该用暴力解决问题 谢力警救警察 给他打个电话 打完电话 警察吓得马上放线他们 谢力打的电话 是谢人祖母的弟弟 被放出来后 谢力感到很丢人 生气的让托尼停车 坐进狱里说道 白人请他来表演 是为了装有文化 等他下了台 就把他当黑人对待 还说自己之所以 忍受这些歧视 是想用行动 改变人们的观念 得到真正的尊重 时间很快 他们来到了最后一站 也是歧视黑人 最严重的地方 谢力被安排到 一个杂物间等待演出 到了晚饭时间 工作人员 却不让谢力在餐厅吃饭 说是餐厅的规定 谢力表示 不让他在餐厅吃饭 今晚就不上台 工作人员拿了点钱 给托尼 向他收服谢力 托尼刚准备揍他 谢力在一旁阻止了 然后说上不上台 由托尼来决定 托尼直接带着他离开了 随后两人来到 一家黑人酒吧 在酒吧喝酒 还上台演奏了一番 谢力重来 就没有这么开心过 两人走出酒吧时 看到有人在他们车子旁 打算偷东西 托尼直接一枪 吓走盗窃者 两人终于可以回家了 半路托尼困得不行 谢力提出 让托尼在后座休息 自己来开车 终于赶在平安夜 回到了家里 托尼想邀请 谢力一起过圣诞 谢力拒绝了 独自一人回家 到家后 让佣人也回家 与家人团聚 然后带着瓶红酒 来到了托尼家 两人相拥在一起 还向家人介绍了谢力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给人 有一种深入人心的感觉 影片真正想传达的信息 是如何忍受 这种不公平的待遇 好了 今天的电影推荐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 就点赞 关注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